周深像集了爱情主题曲《你的样子》 新歌MV同步上线 周深第二首新歌来了 一首追赶春天的人还没听够 我们的样子像集了爱情 今天发布主题曲《你的样子》上线了 歌声空凛温暖 缠绵翡色 直接人心 好听 《你的样子》 你经常聚促的样子 喝了几杯说了错话的样子 难过也要装作无所谓 开心手无足道的样子 你阳光轻松的样子 拼尽全力证明自己的样子 偶尔少足无措的样子 整天没心没肺的样子 周深的动人演绎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对相爱又分开的恋人的虐人故事 那种难过心酸涌上心头 好像他唱的就是自己 周深的共情能力太强了 你们感受到了吗 据说在听到这首歌时 你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最爱的人 你想到的是谁呢 一部电影所有的歌曲都由一个歌手来完成 这是一种创新 也是一种大胆尝试 当看到刘彤写下的文字时 从心底感谢他 正是由于他的信任 才让我们听到了周深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 他们两个互相成全 让人感动 希望他们永远互相支持和帮助 这首歌曲越听越好听 你们喜欢吗 你骑车的样子 你吃面的样子 你做饭的样子 你等我的样子 你奔忙的样子 你还犯上来了 随着七月下旬的到来 距离七夕越来越近 各家的晚会也筹备起来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央视的七夕晚会 不仅嘉宾多 节目也新颖 看点十足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宣阵容 但因为已经进入录制 有不少消息流露出来 今年央视七夕晚会 在新鱼仙女湖码头录制 考虑到不同艺人的通告安排 录制时间为三天 而录播的形式则保证了晚会的质量 至于嘉宾 部分艺人主动公开了自己的行程 还有部分则是粉丝现场录拍到了 目前确定会参加的有 王兴林 周深 张杰 杨千画 周深作为各大平台晚会的宠儿 受邀出席的概率非常高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官宣 但根据目前周深当前的IP所属地可以看出 深深确实是在北京 多半是稳了 中国第一期作为特邀嘉宾出场的歌手周深 以一首国风歌曲画卷引发热议 歌曲词曲皆美搭配戏腔令人回味 以前有的人喜欢写诗 有的人喜欢画画 然后画卷也是一种传递自己情感和 寄与自己相似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是把一种情感写在我们的歌里面 就像他们把情感画在卷上 去年周深受邀参加央视的七夕晚会 表演了国风歌曲画卷 借用古人将相似划于卷上的意象 传递出中国之美 搭配细枪令人回味无穷 唯美的舞台加上周深清澈的嗓音 带给观众极致的视听双响体验 这个舞台至今都有无数观众在反复回看 今年的七夕又有周深的舞台可以期待了 中学不断轻轻飘在月影 我爱情心虚在捕捉 是你的 杨妈一直是与时俱进的 善于捕捉年轻人的喜好 本次邀请王欣灵登台表演 既是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 总的来说 惊喜感十足 不少粉丝都表示提前锁定央视七夕晚会了 今晚开始推理把第八案消失的女人 公寓鬼影重重 侦探团查案遭阻拦 嫌疑人各怀鬼胎 隐秘的空间暗层杀机 神秘事件盘点 看周深高能再反转 目前周深的第二张专辑还没发行 大家期盼的万人演唱会还没开 大英廖昌永老师的歌剧角色还没演 国际市场也有待开拓 他还在明显的上升期 并将持续很久 就让时间 大众 市场去评价他的地位和能力吧 无关地位 只因喜欢 听他唱歌 看他综艺 如此而已 这首歌 画娟这首歌当时是以 第一集的主题 以锦绣之美为主题去创作的 就是大家 所以当时古人会把自己的相似 或者把自己的故事 画在捐上 然后当时就 借着这样一个手法吧 然后去把它写成一首 去传递感情的一个歌 然后我觉得也是穿越感很足的一首歌 为了让他穿越感更足呢 就是中间也加了一段念白 也算是集合了现代跟古风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在我心中的中国审美 就是一个字美吧 因为我觉得 整个世界如果要比美的话 应该是很难比过中国的 而且中国的美是他自己非常独有的 而且是越挖深 你会发现他越美的一种中国美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到 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美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这样 能够集合现代跟古典美的节目 或者是作品出现 让大家去继续弘扬我们自己的中国 都是我们的研究成本 我们的研究成本 我们的研究成本 和两百万人的研究成本